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經跟不上現在的通膨了 現在我們一一進場了齁 這些便當 泡麵 雞蛋 每一個都有擋幅齁 最誇張的就是高麗菜啊 擋到七成以上齁 我們要告訴蔡英文政府說 不要只會告訴我們 每一個基本公司有沒有調漲 我們問大家 調漲有沒有趕 沒有 調漲有沒有趕 沒有 抗通膨 要加興 抗通膨 要加興 抗通膨 要加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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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直安 保年金 保年金 要職安 要職安 保年金 保年金 好 那我们今天不只是 不只是祈福 不只是这个集气 我们更是在这个灾保法上路的今天 我们呼吁政府 我们呼吁我们严正要求各个企业 必须正视劳工的职业安全 不论是灾前的预防 发生灾害当下的处理 还有灾后的职业重建 都非常的重要 灾后的补偿都非常的重要 职业招害保护法也正式在今天 正式的实施 我们在这里要求政府 针对这个职安法的通过 一定要在事前要做还换 在职灾化生的时候 要怎么对劳工的补偿 在职灾化生之后 要怎么重建劳工 在重返职场 你说对不对 对 RCA公司 欠我们一个道歉 也是国家欠我们一代劳工的一个道歉 要惩罚性赔偿 要惩罚性赔偿 杀人企业科学者 杀人企业科学者 那个时候大家进入RCA公司 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环境也很好 然后劳动条件也不错 但是呢 到了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RCA撤资了 后来就陆续发现 许多的劳工 就是我们原先RCA的员工呢 就有许多的离癌 生病 甚至死亡 在今年的四月二十一号 我们第二批的RCA的劳工 宣判 判决的金额是 十六亿六千万元 看似相当大的一笔金额呢 但是就我们一千一百二十位的会员来说 平均就是一百五十万元 这样的赔偿金额呢 是远远不足以支应 日后的医疗费用 对我们许多的劳工而言 想到要诉讼 要抗争 要跟资本家讨回一点权利 都没有信心 一位在统一企业 SAVEN工作的大夜班青年 在凌晨时分 因为劝导客人戴口罩 引发对方侠怨抱负 被利刃穿刺心脏 来不及送医 而不治身亡 那个青年正是我们的弟弟 蔡文豪 文豪被统一超商的主管 只是要劝打客人戴口罩 而统一超商的大夜班 永远都只有一个人 事发当下 他在现场孤立无援 他只能徒手防卫 只有偶然路过的路人协助报警 而在案发后 文豪在职场上断送自己年轻的生命之后 我们家属在处理后事的过程中 也意外的发现 上大夜班的文豪 他的雇主 只给他每小时 160的最低时薪 还时常让他留下来加班 随意掉电 并且 统一超商雇主帮文豪投保的劳保急剧 连他实领薪资的一半都不到 而这个就是许多我们基层劳工 日复一日面临的恶劣处境 但不论是政府或者是统一超商 却完全对防疫政策下 所衍生的职场风险 视若无睹 针对没戴口罩的民众 就连配枪的警察都无法依法开拔 却持续要求手无寸铁的一线劳工 在没有相对应的安全保障之下 在深夜 单人 无偿的进行高风险 劝导工作 这无疑是忽视劳工 生命安全 强行推入火坑 劳动部这也才通过 夜间工作安全指令 但我在这边要强调的是 这份指引 甚至没有任何的处罚条例 这份指引 这一份夜间工作安全指引 只是一份建议 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这并不会让我弟弟文豪 回到我们身边 实际上也是这个政府 亡羊补牢的表面功夫 最后 我们呼吁政府正视职场不法的严重性 不法侵害的严重性 务必严格损失劳工 在职场中各种风险因子 明确杜绝雇主不顾劳工安全的冷血行为 今年三月有个剧组 他们在拍摄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那事发地点是在苗栗的神仙谷 那那个地方有去过的人 有可能知道 那地方的地形非常的严峻 有两位伙伴 他们在快收工的时候 不幸的坠谷身亡 那根据目击者表示 现场他们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这个悬崖的旁边 非常的危险 但是巨主却没有提供任何的安全措施 也就是说 这些资方雇主 他们让劳工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 却没有提供任何的安全措施 违反了相关的法规 漠视我们的职业安全 漠视我们的生命 在台湾这种便宜形式 漠视安全的状况 在巨主其实是常态 我就说我最近的工作经验 在最近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我就遇到了拍摄车祸 拍摄爆破 但现场却看不到任何安全措施 没有任何安全人员待命 甚至是拍摄火烧房子的戏 现场准备的安全措施 只有两只灭火器 我一看 两只灭火器过起了一年 巨主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过劳超时 根据统计台湾的巨主 平均每日的工时在12到14小时 远高于劳基法规定的8小时 那这还只是平均值 我们工作16个小时 18、20甚至超过24小时 连续工作超过24小时 这根本不是什么稀奇 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 而且没有加班费 许多雇主都使用假承懒 真雇佣的方式 让劳工签下各种不平等的合约 在劳资不对等的情况下 即使我们有法律的保障 但是我们根本不敢去争取 那就像去年劳动部已经明确的表示 我们是适用劳基法 而且开放发誓之一 也就是责任制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半年过去 雇主依然是我心我素 完全是继续的剥夺我们的权利 许多住进加护病房 中重症的同仁 第一线的医务同仁 染疫只有领到9万甚至6万 还有甚至背部整个纤维化的医务同仁 也只最多领到20万 那当初100万的设定标准 到底在哪里 我们同仁也有因为因公染疫 现在住进病房里面 结果医院高层打电话给他视讯说 我现在要跟你检讨说 你是因为工作在哪里染疫 我要检讨你的动线规划 我要检讨你 是不是穿脱措施有问题 是不是防疫措施有问题 可是许多医院并没有人力备源计划 那你没有人力备源计划 政府跟医院就可以随时把再隔离的能力 全部再调回来 那些被隔离的同仁 可能现在还在生病 可能CT纸还没回复 也还没回复阴性 可能也还没完全回复可以工作的能力 都要被调回第一线 不过你们是一般民众就医 你们不会害怕吗